以色列情报部长加姆里尔表示 以色列希望将巴基斯坦、哈马斯连根拔起的战争 将下阻全世界激进分子 使他们不敢发动攻击 法新社报道 加姆里尔在接受法新社独家专访时指出 我们必须将他连根拔起 对世界其他人而言 惨事就不会发生 他们不会有任何选择 甚至不会想到可以将发生的事情 作为未来攻击的典范 加姆里尔提及 以色列果断处理 将使其他组织 不会发动同样的悲剧性攻击 加姆里尔还说 现在不是讨论以色列 为何情报失灵的适当时机 哈姆斯7日对以色列发动突袭 堪称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翻版 但以色列当局似乎没有预见这种情况 引发各界关切 为何预警情报失灵 有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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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工